好 我在找人 我看到了 歡迎Yuki 好 她說沒有麥克風沒有關係 來先跟我共用一支 大家會怯慕我嗎 會 好 來了 好 先跟Yuki簡單聊一下 待會還要帶來好幾首 Rap裡面有客家的歌曲喔 來 首先請教Yuki的就是去年 去年的台北客家一名嘉年華 我有特別上網看一支影片 裡面有Yuki還有 主委還有 柯市長 那個影片是 Huckabit Huckabit 你會嗎 大家會嗎 會嗎 很多人在搞頭耶 過了一年 過了一年了 過了一年了 大家等一會兒可以再複習一下 來 去年呢 Yuki是台北客家一名嘉年華的主角之一 是 今年又來參與感受如何 感覺非常棒 感覺非常棒 就是過了一年 經過很多事情 辦過自己場還有專場 還有很多單情 回到這裡又覺得不一樣 感覺很棒 不一樣了 主委越來越年輕帥氣了 是 是 好 那接下來還是要請教一下Yuki 最近有什麼計畫 有什麼新作品 有什麼可以跟大家面對面的機會 好不好 好 最近跟大家面對面的機會 應該是十月二十九號 我去參加了十進節目 會提唱新歌的演唱會 對 接下來十一月初 會發一首全新單曲 全新單曲 可以透露一下嗎 方向 方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往自己的內心去 就是我用音樂 帶領帶他進入心靈的旅行 對 的一首歌 所以接下來 十月二十九對不對 對 十月二十九 日期寫下來了沒 但跳應該講過嗎 好 再期待下次 然後再來期待十一月的新單曲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舞台交給Yuki 掌聲歡迎 Yuki